好了 看开玩笑的时候 这只苍蝇饿坏了 这位民众去素食店吃鸡块 那么吃到一半呢 飞来了这只苍蝇 它拼命舔已经打开来的酸黄瓜酱 怎么赶都赶不走 民众用手指去顶它也顶不掉 那么这只苍蝇呢 它宁愿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粘在这个酸黄瓜酱的上面 让民众忍不住拍着拍着笑了起来 吃鸡块吃到一半 诶 怎么来了一只苍蝇 可是很神奇的是 它不会飞耶 你看 我在触碰它哦 右手顶了再顶 怪的是这只苍蝇怎么赶都赶不走 小宝宝 一定一定学会了 它真的不会飞 Oh my god 当苍蝇碰上酸黄瓜酱 怎么变得这么贪吃啊 民众一边拍一边笑反了 哎呦 好清楚哦 你看 它现在在吃哦 为了吃 连生命都不要 其实苍蝇的复眼 是由四千颗以上的小眼睛组成的 一个影子或是一个晃动 敏感的苍蝇就会飞快落跑 但是想不到这只苍蝇 对素食店酸黄瓜酱 这么的情有独钟 你看 这只苍蝇 各位猜猜看 它是贡奶母的 其实苍蝇真的很老 不过如果贪吃了苍蝇 遇上酸黄瓜酱 说不定会成了另类的苍蝇可心 各位猜猜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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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